如果孩子不爱吃您做的菜,您就试试这个黄焖鸡米饭吧 有菜还有饭,做法还特别简单 鸡的右腿用我的剪刀去骨,切成条,然后再切成小块 锅中油热,下鸡肉,煸炒至两面微黄,放姜蒜 孩子们爱吃的土豆,香菇和胡萝卜 一包黄焖鸡酱料,就不用再放其他盐和酱油了 加水没过食材多一点,烧开之后,倒入喜剑的大美中 电饭包按上煮饭键,煮熟就可以去锅了 黄焖鸡米饭这样做,学会了,孩子们夸你是大厨